你 首先我们看一下基带cpu需要的哪些供电 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出我们其他电源一共输出的s电压有5个 x1s2x2x3还有s5 5个看5个里面有哪一个去掉的基带cpu 我们从这里搜索一下这个s1电一搜索 然后呢到这里换个名字一连连到这边这里有一堆呢是这堆是绿波电容 绿波电容的上一个呢就是到这个bbfbf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基带cpu 然后首先这个rux1s1供电过来的是吧 s1供电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再回去到我们的基带电源的s电压里面再看是s2电压去不去 那s2电压首先回到基带电源的左边要再点要到右边再点到左边再点到右边去了没有 没有没给基带cpu 所以s2电没去再看s3电 s3电从这里搜索移到回到基带电源的 左边 然后呢再点他还要基带电源的右边所以这个去基带cpu了没有呢 没有去怎么点他都没去是吧 所以这个x2电的没去就是什么了s3电他没有去我们的基带cpu 再看s4电是吧 s4电一点回到电源的左边没去随着s4电也没去再看s5电s5电这里有一堆绿波的电油 一点到了没有 对了吧所以这个五个s电里面去多少个呢两个就是x1就是 s1供电和s5供电有两个给基带电所以首先有大电流的两个 s1和s5并且这个s5电是目前我们维修的一个啥东西的通币 他是个我们的iphone7的通币怎么通币呢短路这是我们维修的时候的一个重点要非常注意 接下来再看其他电有ldo就基带电源一共输出ldo1 2345678910 111213是15路电 首先看ldo1 ldo1供电是1.5v ldo1到bbrf 改了基带cpu 这里穿个穿给他 再看ldo1 一搜索 然后 到这里有一堆电容 进去了叫 vdd-p 到bbrf 所以ldo1呢 也去了基带cpu 再看ldo3 0.9v 一搜索 到这里 对 到电容绿波 到保险电感 保险电感进去 大作品 走小作品里面去了 他cbr0是大作品 1是呢 小作品 然后再继续搜索 他有没有去到基带cpu ldo3没去 再看ldo4 搜索 一到这里 进去了一个 y5 y6 y7脚一缩小 一看是不是基带cpu ldo4过去了 再看ldo5 一搜索 到这里 到b12脚一缩小 发现是bbrf ldo5呢 也送给基带cpu 再看ldo6 l2一连连到了 b11和m19一缩小 看见芯片位置后 是bbrf 所以ldo6呢 也去基带 再看ldo7 ldo7的1.8伏 连到f10脚一缩小 也是基带cpu 再看ldo8 ldo8 也到了这个v9脚 也是基带cpu的v9脚 所以ldo8呢 也过去了 再看ldo9 一搜索 到了这个vdd 某点里面就是 调这几条去的 供电 所以ldo9呢 也去了 并且ldo9 它是我们里面的 调剂解调器供电 所以它的电流比较大 1253毫万 就是1.2 呀 这个ldo10 3.075伏 然后一缩小 到dbf 所以ldo10呢 也去了 bdds iame ldo11 2.1.8伏 左右电压是信母卡供电 搜索 到了没有 信母卡1 信母卡2的电都过来了吧 然后ldo12 2.7伏 一缩小 到了一个 天线的转换器 然后 看一下 都到了一个低频分器接收 一路搜索 然后去基带cpu 都没有 没有去 但是simi 供电刚才看见有的了 然后接着是ldo14 1.8伏 一搜索 ldo14 到一个 开关 然后去了没有呢 没去 再看ldo15 一搜索 到一个 bof 转换器 去基带cpu 都没有 没有去 所以这里面 去基带cpu的ldo 供电分别有 从ldo1到ldo15 有 4个电没去的吧 ldo3 ldo12 ldo14 ldo15 这些供电没去基带cpu 所以这些供电出问题跟基带cpu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ldo3 也是个通病 它是做大小作品 通病是短路 所以是大小授屏的问题 这个可以修 只要换大小授屏就ok了 还有一个通病是ldo9 ldo9 通病也是短路 这个是基带cpu的问题ldo9 所以我们里面有三个通病 一个是s5电 一个是ldo3 一个是ldo9 所以如果s5短路和ldo9短路基本上说明基带cpu呢 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ldo3短路那就说明跟基带cpu呢 没关系 是大授屏 还有小扣病问题 如果是ldo3短路修复的几率是最大的 s5和ldo9短路基本上呢 凉凉